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舞箱 我是主持樹齡 又是懷疑 I am 今晚就是Face Daylight 菲特陪你救了今晚 我都想 大家都知道 今年... 你說你想 你想過今晚 I sorry sorry 承認我喜歡菲特多個駭駭駭 好繼續繼續 其實大家今年C76 其實都看到就是 Face Daylight就出這個 UBW線的劇場版 還有宣傳片 當然這個拿羅霞的 都出這個劇場版 都在鮮樓紙序 一個月一個二月 我們這個是講的 TM裡面的Face 不是你一個拿羅霞的Face 會不會 當然拿羅霞的Face 每不久的將來都會講的 現在就說 這套就是 內衰 即是Taymoon的作品 Face Daylight 好 其實劇場版 其實就是之前TV版 我們看的 原本遊戲裡面 第一條周目的路線 四華路線 而UBW就是由 男主角時浪 一個浪漫的英雄 整張故事 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 這套作品本身 就是被譽為 三大奇蹟 月姬新作之後的作品 誰說他只有三碗 但是Taymoon 這套作品 真的被譽為 其實是 在一個 無論是設定 以及故事性裡面 是最完整的一套 可以說 如果你說他有多厲害 其實都可以說回 一些客觀資料 那通常這些 都是這些 所謂十八禁遊戲 其實最直接看他有多厲害 或多受歡迎的 都是看銷量的 大概是十萬零幾 以及十萬二千幾 左右 但是當飛一出 累積 當年已經是拿第一 已經超過了十萬多 少少 然後直至累積到08年 已經是十七萬五千 累積這個Face Day Night 然後他的續作 這個HA 也有十五萬四千的高的排名 分別就是累積排名榜的一二 而可見他人氣多厲害 嗯 其實這套Face Day Night 本身故事的角色其實不多 比起一般來說 其實故事的角色不多 但每個角色的特色都很強 一套四十萬字腳本的故事裡 竟然只有三個女主角 其實以一些叫做 真是H Game 即他也是一隻H Game 本身來說 其實是真是很出奇的 當然H不是重點 但是 被人以為都是一個 真的挺有意外的 嗯 他重點是放在每個角色 即是魔法師之間的戰鬥上 H-1是次要的 即是戀愛的要素都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本身 我們都要說回 就是本身Face Day Night 已是一個 在他寫出來之後 而沒有用的故事來的 基本上可以叫做 好像是高中時候寫的一個劇本來的 其實那時候 是沒有想過說 怕不怕化 或者是不怕全事情 大家都知道 這個故事 其實是很正路的 其實大家都沒有想過 Saber會是女生 但其實一開始 Face裡的故事 Saber是一個男角色 是一個最原始的設定 即是如果是Face 如果有買過那本畫集 都會看到 來自初期設定稿 即是武來神 兩夫妻畫 男是男來的 現在士郎其實都是女生 男是應該是 是英雄王 其實是英雄王 後來變成英雄王 後來變成英雄王的角色 後來變成英雄王 詳細當然可以看一本 C70賣的 Character Material 是Tite Moon出的 我有的 但其實想一下 為何他們會把男女性逆轉 好像適合別人的口味 其實可以看一點 就是應該就是 因為當時計月機之後 Tite Moon剛剛好 由同人變成商業 應該大概是2004年的事 而剛剛好正正 Face裡的遊戲 CD版 就是2004年1月 那時候推出的 可以說 一個商業元素的考慮 就是說 女角可以在這方面 可以發展吸引力 比較大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性逆轉 這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 就是玩開一些HGame 其實我們控制的角色 都是一個男性的角色 通常都會變成 主角跟不同的女角 發生感情 然後繼而發生關係 那就很難是用一個女角 去跟男性發生感情 然後發生關係 其實就 有些人覺得 這些角色會變得比較難 當然不明白為什麼 這些是男女不形容的 我都明白 難道有後宮男 不可以沒有後宮女嗎 現在有了 現在開始發出 如果你說現在發出 可能可以 我認為未必不可以 那算吧 那算吧 我們集中說 整個 故事裡的世界觀 不如說說 世界觀 其實很簡單 就是 開頭設定 戰場是一個 東木市的地方 而這裡每一個時期 就會舉起聖杯戰爭 而聖杯戰爭 就是由七位魔術師 其他就召喚出不同的七位蟲者 而利用他們去參加一場戰鬥 然後聖畜那組人 就得到一個聖杯可以實現任何的願望 就是這樣 過完 不簡單的 就是拿世界盃 簡單來說就是拿世界盃 就是拿龍珠 打著他 東木杯 東木杯的比賽 不會七年一次 奧運就沒有一次 好像六十年一次 六十年一次 但對上一次是十年前 第三次因為沒有過完 所以聖杯力量很快復原 第十年就發生了 再次第四次 故事一次還是第五次 上次是第四次 斯龍是第四次 今次是第五次 本天故事的 那時候就是第五屆 第五屆聖杯比賽 第五屆世界盃 第五屆世界盃 然後左供右供右供左供 但是其實我感覺 整套東西 我感覺內需的設定 它像在做一隻 我的感覺就是 像在做一隻遊戲 多於在做一個小小故事 就像中學打遊戲打太多 可能真的中學打遊戲打太多 就好像我這些中學打遊戲打太多 那些人來的 可能就是真的 你會看到就是 正常來說 如果你一本故事書的設定 你設定一些強弱的話 通常會用一些 創造一些名詞 或者術語 而很少人會用到 A B C 級這些 ES級 加加加加 這些就是其實 在故事裡面 會有一些叫做寶具的東西 就是你當是一些寶物 或者一些有特殊能力的物品 這些特殊能力的物品 就有分級數 女國 女國 很恐怖 女國 為什麼分級數 通常就是 我們通常這些 如果我們看漫畫 動畫 甚至是小說 這些不會很表明強弱的 通常就好像 會根據使用者 或者是本身有什麼力量 強弱的就是 由獨立自己去感覺 很少我真的分到這麼明 就說 這個是A級 A級一定比B級 B級一定比C級 是很少可以做這件事的 但在Face裡面 是設定了這件事出來的 但我有個問題 例如 剛才說 不同的用品 或者寶具 所謂 如果其他作品 會跟隨使用者的能力 但Face的寶具 是跟隨使用者的 本身的人 即是 每個人有對應的東西 即是 有些特別例子除外 但 如果他們根本對應自己的人 一定會對應自己的能力 即是 你平時打架 可能突然意志堅定了 我要求一個人去做一件事 可能突然會更厲害 但這套東西 不會 你是A級還是A級 你會看到A級 你不會發脾 突然會變成ES級 你會這樣發生 你那些異血是 因為 剛才講到 阿姨講到角色的問題 就是 在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說 七個魔術師 他們都會有個從者 七個從者 其實等於 在我來講 一個 不要說online game 一個普通的正常RPG遊戲裡面 七個職業 七大常見職業 通常 如果設定職業 本身都沒有問題 大家都看到 譬如一些故事 說這個是劍士 這是什麼 但不會這麼說明 劍士是一個魔法防禦力強 而攻守平均的角色 你不會這樣說 你不會這樣介紹一個角色 或者介紹一個職業 在漫畫小說裡面 你不會這樣做 但Face真的做了這件事出來 我們講一下 職業 即介紹一下 七個職業 第一位 當然是最受歡迎 現在主角級的 Saber 劍士 當然是 劍屬高超 但是 魔力防禦力強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技能的平均型戰鬥角色 即勇者角色 簡單來說 即打主角級的角色 然後呢 槍兵的槍兵那種 就是 中至近距離 即是能力跟Saber 即是劍士的角色 就差不多 但他零一隻 零一隻 零一隻 這些角色 其實就是 你等於龍珠的角色 即是彼達的角色 第二 哈哈 接著 阿澤 就是攻守 攻兵 大家都知道 遠距離攻擊 這些就不用說了 寫就寫說 不算是近距離攻擊 不過這些就被壓 然後 還有 Y殺就是騎兵 騎兵 就比較擅長速度 即是可能速度最快 不同地形都可以作戰 對 還可以跑大廈 哈哈 接著還有Caster 魔術 很簡單就是魔術 那這個當然不用問 可能是被主 擅長魔術 可能有攻防 或者陣地 大家知道這些技能 但當然戰場反方而 就不會戰鬥 即是用物理上的戰鬥 接著還有 阿薩士 就是刺客 刺客就很簡單 即是等於刺客的角色 即是斗刺型的角色 躲起來?隱蔽氣息 然後還有一個 巴沙卡 即是狂戰士 即是狂戰士 即是所有物理攻擊 全部升級級 即是那些 即是 一個正常的設定 很少會分得這麼明顯 這些東西 但在Facebook故事裡面 真的做了這件事 這樣也挺好玩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為何要這樣分解 其實在故事來說 因為我玩過遊戲 和看動畫 其實它是覺得意義不大 其實我覺得有 不如說 這個設定 其實有不公平的現象 即是頭三位劍士 槍兵公平 我想說是玩完 正實招惑到這樣玩的話 應該是玩完 你三個 又未必的 你看這個 前院的Facebook 拉打也很厲害 儀麗 那個 整支軍隊過來 人都會踩死 我想它是系統化了 一些古代英雄的能力 其實它想系統化 即是大家 描述回的時候 它會容易些 這七大職業裡面 即是等於我們看西方神話裡面 其實Base裡面 都離不開這七種 其實Base裡面 都離不開這七種人 我突然有另一個想法 突然間 其實可以看回 在Face Day Night 他第五次聖杯戰爭裡面 他那七個英靈 除了Asashin的 佐助禄小智郎之外 其他六個 即是 你可以介入真Asashin 或者介入金拉查那些 全部都是外國的神話人物 但我的質疑就是 日本人的英文這麼厲害 你給他外國神話 其實他們認知度 或者他們的體能力 未必很高 反而具體化 有些字母 他們會更容易理解 會不會 都可以是一個解讀 因為其實 很老實說 就是用這些 這樣的題材的話 其實 甚至就是日本 這些所謂的 創作強國來講 都甚少 會將自己的 一些歷史英文人物 或者一些神話的人物 拿出來這樣用的 通常大圍牆 大家都看到 是用西方式的 因為其實 真的比較傳統 英雄的形象 真的從那個位置做出來 所以 他都沿用了這些 全部都是西方英雄 除了 佐助禄小智郎 這個亂入的角色之外 全部都是 清一色 都是外國 就算斯奴好像也是 我記得 全部都是外國的 我記得都是 什麼中世紀 傳說時代 所以 可能他本身有拿一個故事 因為他拿這個 包神話裡面的 英靈田做這個架構 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中國 不是為什麼沒有關公出來 一個玩完 不是 一女報一個玩完 可以留下三個人打贏他 槍兵 照個女報出來 騎兵還是槍兵呢 照個女報出來 應該是無敵的 狂戰士 還好 騎兵要馬招 對 照個中國版的 中國版的 對 公兵照個後衛出來 太多寫中 你去哪裡 又是 又可以 他選用了 我想 因為 應受性來說 比較高 人們 討好你 就是覺得 西方是神秘的 西方人看 我們東方人就覺得 東方的東西很神秘 我們東方人看西方人的東西 就覺得西方的東西真的很神秘 即是你講裡面的英靈 可能他七個裡面講的英靈 但如果你不是真的查書 你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真的 阿瑟王可能你會知道 但好像 什麼拉打那些 不知道什麼鬼 什麼蛇 你不查書 你不知道什麼鬼 阿瑟王就是李國章 哈哈哈哈 那先講 那接著 其實他還會出了很多 之後真的出了很多術語的東西 就好像是這個 奏令 那些 就是這個在整個聖杯 聖杯戰爭裡面的故事裡面 一些規矩的東西 對我來說都是一些 比較game的設定 消耗性的物資 消耗性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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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一些限制性的必實 應該是一些限制性的珍貴道具 應該是一些限制性的珍貴道具 你當是一些 是一種 我覺得是 那些什麼必俗精靈球馬 哈哈哈 你玩得太多 某類遊戲 你玩得太多 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留下下一節 繼續講完小小設定 正式開始講回 動畫版和原作裡面的Saber 原作裡面的Saber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畫無聲 繼續 Face Stay Night 蜘蛛解釋各種設定的搞笑位 其實我們解讀 我們就是以一個遊戲 一個遊戲的基準 正中RPG 正中RPG 聽說可以說是正中RPG 所以解讀整個故事的世界觀結構 十分都縮成關 三十分鐘 計算上一節 好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裡面 一些character的東西 好 接著就是 控制這些英靈的 就是那些master 那些master 其實就是在遊戲裡面 就等於一個player 當然 其實他們那幾位player 全部都是犯規的 基本上 全部都是不守遊戲規矩的 首先我們逐個逐個說 先說 主角 士郎 他犯了什麼罪 哈哈 嘩 偷攝嫖龍 你就是 你平時去玩 我啦 怕我們道具要付錢還 他不用的 他可以copy的 搞定他 真的 一個遊戲裡面 這個player 他本身是一個saber的角色 但是saber 本身有自己的寶具 但他可以無視寶具的使用限制 Copy一個新的 這些就擺明是hacker的環圍 第二個就是 袁板林 他就算是 最守規矩的一個 算 在遊戲裡面是最守規矩的一個 好像被士郎教壞了 是不是被士郎教壞了 因為 他接著就是利用hacker 然後他做的就是利用hacker 其實 即是他沒有那個能力 村謀 村謀 那算了 其實他就不覺得他做了什麼特別的事 他都要在那裡儲點力 在石頭上 撿人 劇頭小事 UBW線 他就是把自己的魔力給了士郎 即是把自己的能力值給了他 有些過當能力值不可以的 不是 這不是不可以 應該是 他是不想自己犯法 所以借魔力給士郎 讓士郎去copy 那他不是他犯法 他真的是借錢給人 人家用錢不關他的事 這是心居可測 然後就是 士郎的朋友 神二 這個就擺明是 犯的罪 擺明是借人account 因為 神二就是 本來就沒有一個master的資格 因為他是沒有那種設定 魔法 他沒有一個叫魔法回路的事 我們等一下再說 他沒有一個叫魔法回路 即是這個參賽的條件 這個申請account的條件 所以他就找他阿妹 借了他阿妹的帳戶 去擱擱這個英文 然後這個是伊莉亞 伊莉亞 伊莉亞 這個伊莉亞 很簡單 如果一句說 他概括他的特點就是 他是承繼著上次爆機的save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動畫版裏 他有異常多的魔法回路 他全身都是魔法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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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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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繼上媒的save 2 已經破了第一輪 他已經破了第一輪 他已經破了第一輪的角色 然後就到Caster Caster的master 大家當然沒見過 一開始就有個阿柴 就反被這個遊戲角色殺了 然後就Caster 自己去找這個master 尋找master的故事 找完之後就拉他遊戲 他不玩是要master 然後拉上master 跟他一起玩 然後就借用自己的身份 就創造了一個account出來 就有了一個assassi的出現 這應該是病毒 是virus來的 然後就這個 然後就這個 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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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 神父 就擺明是 GN不值得 這個遊戲的人 玩得這麼開心 而加入遊戲 球證踢球 就是了 就是開新account 不 他最大罪 不是開新人家最大罪 是雙開 人家每個人都 最多都是用一個account 就是 正如壞些來說 人家都是借別人的account 但是他不是 他開兩個account 一個是超屈肌的 一個是成計自上 一個是今個週目開的 所以這個就是很遊戲的概念 就是他們幾個 就是用了什麼方式 去獲得這個 或者是 如果是 可以有勝出遊戲的條件 可以有勝出遊戲的條件 所以其實我覺得master 其實也有點簡單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怎麼可以贏一個比賽呢 其實他的故事 剛才說的 GN那裡就是有一個魔法協會 這個就是 教會 教會是管理 魔法協會是附載 也是 一個就是 營運組織 一個就是 鐵板組織 鐵板組織 就是每個 兩者去實行 聖會的運行 每次 而贊助者就是 月三家 贊助者 贊助者 是誰贊助者 鐵板組織 管理人 是軟板 那邊 另外提供容器 就是 Elia 那邊 最後領袖 就是最廢的神異 就是 聖協 這些贊助 這些贊助 應該說 support 系統的公司 是給你伺服器 伺服器 伺服器 對 那 設定 其實 好像剛才說 這麼多很搞笑的 我們會想到很多 這些 遊戲設定的 東西 然後 就說回 一些術業 令咒 或者 魔法回路 那些 是什麼 那很簡單 魔法 其實要說 月機 內需者 做的魔法系統 設定 魔法 和魔術 魔術 就是人力 可以達到 知識 可以自己學到 魔法 就是這個人 你一輩子都能練到的地方 就是魔法 很複雜 長時間 就是自己學習一下 其實只有魔術 就是沒有什麼魔法 嚴格來說 就算是卡斯塔 那些大魔法師 有些神的系統 魔法 都是接近 未至於神的地方 他算是魔法 他是魔法師 接近 卡斯塔 他是魔法師 因為他已經是 他在神代 是接近 但未到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說魔法 可能是月姬 八馬的公主 才有看 那些地步 就不要說他 魔法回路 其實是不是屬於 你的MP上限 不如說魔法回路 好像是 你那個家族 最開始 通拒 他就說 通常是一些所謂的 學者 來的 學習這些所謂的魔法 然後慢慢開始有小成 然後就開始有 魔法回路 然後就經過 一代一代 然後每一代 去修行 然後這些 去透過遺傳 可以說遺傳 傳比下一代 黑內下一代 唯一一個人 通常都是長子 這樣 或者是 一個繼承人 然後每代 累積下去 一週無成計 二週無成計 三週無成計 將個save越整越厲害 其實裡面 都會有個角色 是特別厲害的 例如說 大概說 一般的魔法師 大概都只有 四五十個魔法回路 但是 軟版想起 有成五百個以上 一開始 大家是覺得幾多 但是其他MASTER 都是不正常的 多 除了善良一個 一個都沒有 那些犯規的 不介意我們 然後就說到就是 魔法回路 其實我自己今天就看到 一個MP上限 和你 記錄了幾多魔法的 一個 spell book 的物體 在一個CAM裡面 就是打碗補塔 有什麼用 有多厚 你身家越厚 裡面越多條目 越多東西 你什麼都沒有 就乾淨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 補魔力的設定 當然這個其實是 主角專用的設定 其實就是 其他人 因為 我覺得 其實是 為了這件事而做的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一開始 我記得 好像是 LUNCHER 周圍會有一些 所謂的殺人事件 那這個 可不可以算是 另外一種的補魔力 也是 他也是 他真的是奪取魔力 因為主角太廢 所以只靠 成交去拿魔力 也是 過得到魔力 那這些沒有你覺得 那些是螺蛇自噴的 這些 我覺得不是螺蛇自噴 我覺得是 阿姆是搞出來的 沒有噴 你硬撿些H 他就撿這些 就算了 那這個就是 其實在這個設定 那其實我們 集中說一下 一些角色 其實我們說一下 一些角色 主角開始先 我們 士郎是一個 天真的人 天真 他是死情種 啊 這更好 這個就是 士郎的角色 其實出場就是 他經歷了 第四次 聖杯大戰的 受害者 叫做 無端端 人打到媽媽都認得 然後就令到他 全家富怪 全家死大 話是說 他父母在哪裡都沒有寫 這件事不需要寫 都死了 人死二二 然後就被這個 魔法師 維公設義 對 維公設義 收養了 然後就很 仰慕他老爸 希望成為一個正義的朋友 當然這件事 成功 大家自己看 但是呢 其實 跟著就講 士郎 其實他學到那些魔法呢 我個人感覺 我已經不屬於魔法 我覺得 他那種 他那種 如果讓我想的話 我覺得像是練金術 多一點 什麼練金術 他不是等於交換的 人家要拍到地上才有 他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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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他官方的故事設定 是說 他真的 他不是在這個世界上 等價交換 他是拿另一個世界的東西 等價交換 所以 在這個世界的東西 是沒有消失 但在另一個世界的東西 是消失的 如果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 所以 我自己如果這樣看的話 其實 都算是 練金的一種 我覺得 他多於是 一個魔法 其實對 他說 他如何念這些 什麼構造 他說 他很容易了解到 物品構造 然後從而就可以 強化 然後 強化 就像 Caster 幫他的 魔法 中央狼 那樣 拼拳 但是 士郎 那個就是 了解一個構造 之後 就可以投影 然後 很明顯 這種是練金術 這種不是 其他人 用的魔術 那種 我想 異和團 不知道哪裏 那些 那些 趙寧 對 那 士郎 就是 這種 他有這種 這種其實 都是普遺和團隊 屬於異類 好像 看似好弱 什麼都不行的能力 但其實 實際 大家看到 無限可能 都知道 無限可能性 當然有一定限制 可以拿到 藍兵器 當然 除了他這種 投射之外 所謂這種 想成為正義夥伴 但又好像 智商不褶太高 會以血直衝的角色 受傷情況 都很多 那有什麼解決辦法 這當然是我們說 這個 Saber 我們再說 他的 不死之迷 他的 不死身之迷 這個 然後 下個角色 另一個主角 Saber 是不是Saber 應該是說阿林 其實 不是 官方的Saber 主角 但玩家喜歡林 那 我們先說 Saber 我想不算劇場 他真正的身分 是誰 其實阿華 初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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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 當時有些人 猜是聖類正德 但 後來 劇場的人 都算是 一個 很奇怪的 其實 挺有趣的 你不會想到 在原 剛才你今天查到 知道 阿森王 都是不清楚 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很多都沒有 應該說 Exactly 你會當他是男 你不會當他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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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突然說 原來我沒有說你性別 你就是女 沒有這首歌 沒有這首歌 其實他就做了 阿必王的角色 一開始我也是想到 是聖類正德 因為聖類正德 也是用劍 當然是 第一次出招的時候 整個 迷團就解開了 出這個 契約聖類之劍 沒錯 Exactly 整件事就罵了出來 那又是他 英雄 每個Saber 有個寶具 不可以說什麼 說什麼就知道 你是誰 你的笑容身份 我覺得 Saber的角色 在表現上 就是一般 交流 可能是Saber 才算是多一點 因為要跟他 配成一對 而多一點 但感覺上 就不是屬於太 搶的角色 他太 很正經 他性格太目睹 正經 不如說 他太中直 想著自己的東西 但他又不會做 太多表演出來 又不會說自己的東西 形勢的故事 很難說他的劇情 成為一個趣事 你好像是 你有一段 就是 斯朗 沖了一個洗澡房 看到他洗澡 然後他完全沒有反應 這些就是 後期有反應的 後期的後事 搞 我們說回動 動作 對他開始有一個感情 開始著眼到自己 原來真的是女生 我看一開始覺得 Saber 是覺得自己不是女生 他是道具 沒錯 既然他當自己是人 才有感情 才有感情 才會發出故事 但已經太厚了 已經說打完了 那就另一件事 但你說角色上 我覺得做 他屬不屬於 士郎 那種英雄 他童景那種英雄 應該不是 他童景那種英雄 就是 他老頭那種 即是人都救 但Saber不是那種 即是他要救 他要救英國而已 其他人你關我屁事 即是日本打散 都無所謂 嗯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之後 講完其他角色 接著就會討論 Saber線裡面的故事 以及 講完一點 當然我們不會劇頭 我們就是 UBW裡面 一些 前之馬 以及一些 應該要留意的地方 例如買夜 好 那我們下一集 回來再見 拜拜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見 拜拜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見